这个背景音乐就是我爱你中国 现在她的原唱叶培英老太太在北京逝世 她的小区因为被封锁了 她的女儿在美国定居 然后联系不到她 就是打电话给她的学生 但是人们破目而入的时候 她已经去世好几天了 这个人的丈夫是丈夫的父亲 也就相当于她的公爹 是张学良的秘书长 就是西安事变的时候 这个主要策划者吧 然后跟杨沪成的秘书长 一起合作 把这个蒋介石 对蒋介石发动军事政变扣押起来 反正也是这个妥妥的红二代吧 对吧 马来西亚华侨 然后也是这个六十年代 现在就回国了 现在这疫情之下 很多人这种次生灾害 反正都去世了 啊哈 谢谢观看